看新聞 開視野 歡迎收看今天8月7號的公視首語新聞 讀報時間來看到 中國時報是 美國民主黨確定提名賀錦麗參選總統 而他也公布了搭檔是明尼蘇達州的州長 聯合報提到了 22歲的徐士哲 小時候在運動會上 公開績效罹患小耳症的父親 至今心懷愧疚 於是和女朋友揹著盧炎正宣傳紙板 花26天從台北徒步走到屏東 向老爸道歉 也要讓更多人來認識盧炎病症 再來看到自由時報的報導 環境部昨天審查 蘇花公路安全提升計畫 以及國道5號銜接蘇花改 而兩岸都通過了環評審查 預計同時在一百二十一年完工 來看我們的報導 歷經零四 零三大地震與凱米颱風侵襲 交通部公路局評估 蘇花公路包含臺九線與臺九丁線 數年內會頻繁有落時 風路次數增加 中斷天數也可能延長 先前已提出蘇花公路安全提升計畫 小案件在環評大會審查 公路局重申蘇花安有其必要性 也已經取得沿線部落的同意 蘇花安包含三路段 東澳南澳段九點三公里 和平河中段五點五公里 河仁崇德段十五點一公里 公路局指出在大地震後 明顯可見蘇花改路段比未改善的來的安全 但環團認為地震過後 當地地質有巨大變化 環評審查應該更嚴謹 開發單位逐一回覆環評委員提出的土石方 處理空污水質等問題 最後環評大會決議審查通過 公路局表示預計 明年提出設計規劃 期望一百一十六年出發包施工 以一百二十一年完工為目標 而另一案為了紓解蘇澳證塞車問題 交通部提出的國道五號銜接蘇花改的七點一公里 路段也通過了環評審查 記者 臺北報導 國會職權法修法的釋憲案 憲法法庭昨天是召開了言辭辯論 兩造展開激烈攻防 而申請方主張 多數的條文未被實質討論 也指出調查權範圍被不當擴大 而立法院表示 修法過程並非沒有討論 而是沒有共識 而在總統國情報告的部分 有大法官提及 如果相關規定是宣示建立性質 提問立院和總統雙方有沒有和解的可能 各州黨立委起據憲法法庭 國會職權修法釋憲案 再度正面交鋒 又號召開的言辭辯論 總統賴清德作為申請方之一 派出秘書長潘孟安出庭 當時不予審查等規定 造成未來的憲政機關的運作困難 我們只是希望他針對程序性的事項 他必須要提出來 如果沒有辦法提出來的話 我們如何進行審查 包含監察院行政院和民進黨立院黨團 都申請實現 與藍白立委在法庭職求對決 不僅聚焦人士同一拳 立法程序是否有明顯重大瑕疵 也是重要終點 申請方主張多數條文未被實質討論 違反最低限度討論審議 但藍營指出整個修法過程 綠營共發言一千零六十八分鐘 不是沒討論 而是沒共識 也就是點出問題的邏輯 跟情境預設 以及藍絲的部分 釐清問題正義 他都是為了政策辯護溝通 釐清責任政治所必要 可是卻落入反質詢的質疑 反質詢是我國法治上 已經使用了二十多年的用語 被質詢者跳脫了被質疑 跟被結問的地位 對詢問者 質詢者去結問 質疑 公結 孫慶方也指出 調查權範圍被不當擴大 並侵害監委獨立性 甚至藐視國會罪 以刑法制裁逾越憲法界限 但立院委任律師主張 兩院調查權不同 一個對勢 一個對人 參照外國立法也有相關刑罰 倒是有大法官 就有總統國情報告 提問立院和總統 雙方有沒有和解可能 你立法院定一個訊事規定 這有意義嗎 麻煩立法院自己去把這一條 刪掉 但是也請總統 履行他的承諾也好 義務也好 到立法院去做 他該做的報告 這是我的建議 一整天的辯論庭 兩套擬來無往在法庭激烈攻防 審判長庭默欲知 言辭辯論終結 依法將在三個月內作出判決 必要時得延長兩個月 記者陳冠勳常常委台北報導 暑假期間很多人會出國享受 假期根據二零二四年亨利護照指數 公布最強護照排名 臺灣以一百四十三個目的地免簽 跟多名尼加並列第三十五名 不過審計部報告卻指出 截至今年四月十二號 給予臺灣人免簽證待遇國家 從去年底的一百七十一國 減少到一百六十六國 外交部回應部分地區不排除 跟中國施壓有關 每個簽證待遇 異動的個案情形都不一樣 不能一概而論 但外交部都不能排除 去年底到今年四月 對臺移除免簽待遇的有 諾魯 吉里巴斯 甘比亞 落地簽證移除的有 賴比瑞亞 喀麥隆 多哥 新增給予電子簽證待遇的 則有辛巴威 學者分析部分國家調整 對我簽證待遇 除了可能是中國施壓 也可能跟臺灣人到當地觀光 投資等效益不高有關 由於外交待遇各國可能都會滾動式調整 根據最新統計 目前可以用免簽證 落地簽證 跟電子簽證前往的國家 跟地區是一百六十四個 包括厄瓜多對臺移除免簽待遇 吉爾吉斯移除落地簽證 記者歐榮謝其文台北報導 巴西有一位桌球女將 是只有左手的獨臂球員 亞歷山大 他以往都是參加帕運會 今年首度取得了奧運參賽資格 雖然在星期一的比賽敗給強敵南韓 但是他奮戰的精神贏得觀眾尊敬 全場起立為他鼓掌 打起桌球 滿臉笑容 只有一隻手也毫不畏懼挑戰 巴西獨臂桌球女將 二十九歲的亞歷山大 星期一寫下新歷史 她五號出戰奧運女子桌球團體賽 成為巴西第一位 同時參與奧運與帕運的選手 亞歷山大三個月大時 因為血栓失去右手 不過這位巴西女孩 沒有因為只有左手就放棄夢想 她七歲接觸桌球後 開始展露頭角 在多場賽事中拿下冠軍 二零一六里約帕運 二零二一東京帕運 也分別摘下銅牌與銀牌 不過亞歷山大並不滿足 她給自己設立了更艱難的目標 參加奧運 在亞歷山大之前 波蘭選手帕蒂卡 澳洲選手塔伯 以成功挑戰同時參與帕運和奧運 望著前輩的身影 亞歷山大拼命練習 她知道自己平衡感較弱 特別用滑板來補強缺點 這個夢想終於在五號完成 儘管敗給強敵南韓 但亞歷山大自豪表示即使比數落後 她和隊友到最後一刻都沒有放棄 現場觀眾也感受到亞歷山大的奮戰精神 一度全場起立鼓掌 向她致意 亞歷山大賽後受訪表示 接下來的目標是在帕運會奪金 也打算繼續挑戰二零二八 洛杉磯奧運 公視新聞 順寧編譯 冠星天氣 今天桃園以北 以及宜蘭地區雲量比較多 有不定時局部短暫陣雨 其他地區是多雲偶有陽光的天氣 上午中南部地區有零星短暫陣雨 下午西半部地區以及東半部山區容易有局部短暫雷陣雨 中部以北以及東半部山區還會有局部的大雨 北部山區則是要留意好雨 至於溫度方面 由於雲量較多 高溫略降 各地高溫約33到35度 接著就提供您各地的氣象資料 være 磅 天燈烫地區 provide採 broccoli 明星自然大自然 感謝您收看這一節的公視手語新聞 我是王小叔 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明天同一時間 明天同一時間 by bwd6